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东西就是油 而这个不起眼的果实就是用来榨油的 叫做油茶果 其榨出的茶油味道可口 色泽清凉 在部分南方地区极受欢迎 但是想将它榨成油可并不简单 需要先将里面的茶籽给包出来 才能进行榨油 可这个包壳的过程极其的困难 油茶果包壳前 需要先在太阳下进行曝晒 晒裂后用手包开取出茶籽 遇上天气不好的时候 油茶果会发生霉变 为此农户们需要每天加班 以防时间不够 降低收益 在湖北省金门市金山县 有一位叫汪汝胡的发明人 他发明的机器 能够轻松高效包壳 我们的编导找到了它 我黄云胡是一个农民 从小就在家从事农业生产 我了解农村 了解农中 我跟知道老个心 搬油茶果的难去 后来就想 如何用机器代替人物 搬油茶果 如果将油茶果用机器去过 我一干 就是十几年 汪先生 听说您机器做好了 对 那么这台机器是怎么实现 轻松包壳的呢 我们把这个筛子 加长了 筛子加长了 这个上面这种大口 它是用来 把大壳给过滤掉 然后果子就会从中掉下去 是吧 会从中掉下去 然后底下呢 它有这种小网壳 这种小孔的 这种小孔 是吧 这种小孔 它就是有那种碎壳 它会从这个小孔中掉下去 然后所以说我们的 最后的那个米 会从中间出来 弄清楚了机器原理的编导 决定直接将一筐油茶果 全部倒进去试试 满满的一筐油茶果 到了进去 机器在带着咆哮声 在疯狂地运作着 一个个油茶果 也在拼命地奔跑着 机器的效率 看起来还不错 不到五分钟就包完了 那么去壳与分选的效果 又如何呢 看看底下的成果怎么样 来 这成果好像还可以啊 我怎么感觉好像 这数量越多 这包的好像还越好 越干净啊 感觉 这基本上就 都不怎么能看到 可是全是米拉已经 看到机器的一次性 包一整筐油茶果的效果 还不错 但是对于机器的测验 还远没有结束 您跟人去 跟那种经验丰富的人工队 去比一比 我感觉您可能会成功不了 那是百分之百的成功 就百分之百的成功 对 好 那行那行 把他们最高的高手都弄过来 好 最厉害的高手都给您请过来 是吧 包括这个油茶果的 对 好 那没问题 那明天早上可以吧 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左手边 有五框人工队 需要包的油茶果 然后右边有五箱 咱们机器队 需要包的油茶果 待会儿呢 咱们就是比赛 看谁先包完这五箱 哪一队就能获胜 那咱们三二一 比赛开始 走 随着编导的一声令下 比赛开始了 两边估计 谁也不想输给对方 看着机器队 如此轻松地就去壳 并且分选好了一碗油茶果 村民们都围了上来 面对机器队这边不错的表现 可村民们似乎却有不同的看法 要说你 用功的肯定 机会是满意的 但是你质量方面 你设定你 我还不想用这个机器质量 什么呀 这个机器一把长眼睛 又没有长手 这是 这 行车是要靠眼睛和手来的 随着比赛的进行 机器队第一箱的油茶果 已经包了快一半了 半箱油茶果 基本上是机器一次性包的极限了 因此老汪直接把半箱全倒了进去 看着机器队那边第一箱已经包完了 便倒赶忙跑到人工队这边 那么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 太包完了你看 您这这一箱还满着呢 太弄完了 我看看您这包了多少 太包了 你看 您这好像 您还要把壳跟紫分开一点 这 你也包得差不多 有信心吗今天 有 还是有信心的是吧 可以 好 行 那我再去看看机器队那边的情况 我们加油 加油 加油 这已经快包满了 来 走 把强盖 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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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包完了第一箱油茶果的机器队 又开始了包第二箱 人工队这边似乎并没有被机器队的速度所吓到 仍旧有条不紊的包着油茶果 比赛的双方都十分的投入 汪大哥 我看您这已经包了三箱了是吧 这三箱怎么只有两筐米啊 这个它有这个 它有那个油壳 你看 有壳是吧 眼看着机器队的第四箱油茶果就要包完了 人工队虽然包的茶子也不少 可与机器的速度比起来仍差得远 老汪不坚得意了起来 决定最后一箱直接全部都倒进去 我的马上就完了 您这直接这么一箱全部倒进去啊 搞得动吗 哎 这底下走得不下密 可此时意外的情况却发生了 整整一箱的油茶果倒了进去 机器却不出紫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机器把这一箱油茶果都给吞掉了吗 看着机器队出了问题 人工这边包的更起劲了 那么老汪能修的好机器吗 最终比赛的胜利又会属于谁呢 可此时 围观的群众却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他们似乎仍然看好出了问题的机器 我看人工的获胜机会很小 机器应该现在把心情写吧 面对出了问题的机器 人工对这边更加认真了起来 长时间的包壳让他们的手开始略微有些疼痛了 但他们仍不愿停下 依旧专注地包着油茶果 他们身边波及中的茶米也几乎都快装满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 编导不禁也着急了起来 担心汪汝胡因心急而发生危险 要求他先把电断了 再慢慢地检修机器 可汪汝胡似乎并不愿意 通着电的情况下 仍旧抢修着机器 原来是一次性倒的油茶果太多 机器堵住了 老汪用手疏通了多次后 机器终于开始正常地运作了 假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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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把机器锻锻键吧 咱们来看看人工的情况怎么样吧 你那边包的咋样了 这基本上还剩个小半箱的 我们现在数量上不上碳 我们的质量比他们新鲜 我们的质量好 上面没有刻子 人工队眼看自己输了速度 可仍不愿意服输 他们还想比比质量 那么谁包的油茶果质量更好呢 在围观的村民们心中 谁又才是真正的冠军呢 比赛已经结束了 机器队那边率先地 包完了五箱油茶果 它虽然在速度上面取胜了 可是在质量上面 的确 机器队它虽然包得很干净 但是它并没有将茶米和它的油茶果的茶壳 给分得特别的清楚 这个比赛的结果我还不好定论 毕竟人工队质量好 机器队速度快 但是在村民心中你们觉得哪方获胜了呢 机器队 还是机器队是吧 好 那我们为它送上掌声 继续在货上 好 汪汝胡的油茶果去壳机 很好地解决了油茶果包壳时 费时又费力的问题 但是包壳只是制作茶油的第一步 更关键的是榨油 这不在湖南省茶林县 有一位茶农谈三来 就有着榨油的烦恼 茶凉上来以后 快乐最大就是榨油 想要顺利地从油茶果中榨去榨油 需经过晒干 烘烤 碾磨成粉等步骤 俗话说 一批二年三包四打 说的就是油茶果的榨油步骤 用稻草将油茶粉包成饼状 放入榨槽压实后 才完成了榨油前的准备工作 经过反复炸打后 一滴滴金黄的液体 才从茶柄中渗出 由于传统的榨油工具为木炸机 劳动强度大 出油率低 已不能满足如今的榨油需求 老谭说 如今他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半自动化榨油 也称为热炸法 也需要烘干 碾磨成粉 成饼压榨等步骤 只不过 油之前的人力压榨 改进成了现如今的机械压榨 不过 对于出油的总量 老谭认为 还需要再往上提高 老谭说 如果榨油不及时 新采摘的油茶果 就会因为存放太久 出现含油量降低 煤变等问题 对后续榨出来的茶油口感 以及售卖 都会产生影响 油茶果就无法变为 茶侣们手里的金果果了 对于这个问题 有一个人也关注了 老谭 在茶果了 在茶果了 这个长得这么大一个 这么大 来者叫姚生阳 先任株洲市油茶产业协会的执行会长 他从2009年开始 就在研发如何将油茶果 进行高标准的产业化发展 这之前要解决的 就是榨油 为解决榨油难的问题 姚生阳带领团队 制作了一条全自动的 油茶果榨油设备 这套设备是否能够帮助茶浓 快速高效地 榨出好茶油呢 这就是我们茶子的投料口 都在这儿是吧 对 这是小石子和泥巴的 这是我们压造时间 晒干的茶子倒入投料口后 首先要经过四次分选 去除茶子里面的灰尘和杂质 在水分控制在10%左右后 通过人壳分离器 对茶子进行包壳 茶人进入螺旋压榨机 对其进行低温物理压榨 此时榨油机就如同宁衣服一样 将茶人里面的油脂 顺利地压榨出来了 姚生阳说 这种榨油方式被称为冷榨法 像我们这个双螺旋的压榨机 一天的处理能力 只可以做到30吨 我们传统的压榨设备 一天能做的大概就一吨左右的 我们能去看看吗 可以 姚生阳说 利用现在的冷榨工艺 每天能够处理30吨的油茶子 事实真的会如他所说吗 高效压榨出来的茶油 口感又会如何呢 全部倒进去 对 一次性脏满可以脏一吨多 在倒入足量的油茶子后 整套榨油设备也再次开启 西齐的运行非常流畅 正如姚生阳所说 经过几道除尘过滤后 油茶子就顺利地来到了果壳筛分处 这大公寓就是茶子的破壳 破完壳以后 茶子直接到下面的通道了 您看到就是我们的双螺旋压榨机 他们的两个螺旋一直在几下是吧 对 炸出来的油就从这个地方 看见出来了 直接储存在这个罐子里 对对对对 就在我们准备用新鲜榨取的茶油 搭配食材的时候 姚生阳却提出 现在的茶油里还存在杂质 对其质量和存储安全有害 不仅价格上不去 人使用后也会有危害 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精炼 姚生阳团队研发的茶油精炼工艺 主要部分为六拖 即拖胶 拖酸 拖水 拖色 拖锈 拖汁 通过这些工艺去除茶油里面的杂质后 有效地保存茶油里面的营养物质 经过精炼工艺后的茶油 真的会如姚生阳所设想的那样 杂质能有效地去除吗 就是国标是不超过二 但是我们的只有0.45 是非常好的 最终 经过测试后的精炼茶油 数值为0.45 达到了预期 但是茶油毕竟是用来吃的 当它搭配食材时 会让我们的味蕾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不仅如此 还要用其他的食用油 与茶油来进行一次比较 我们也就此摆下了擂台 准备了两桌同样的食材 看看是茶油炒出来的菜 冲击食客们的味蕾 还是其他食用油 融化食客们的舌尖呢 今天我们也有幸请到了 我们茶林县的县委常委 马文平副县长 现在再由我们的马县长 说一下咱们今天的比赛规则 好 现在我宣布一下 这个比赛规则 今天做菜的两个渠室 分别用两种不同的食用油猪菜 时间不限 所有的它做好之后 由下面的观众评委进行评定 投票 表决 学队票数多 学就获胜 来吧 好 开火 开火 温油 比拼厂上顿时热情四溢 两位大厨也在精心准备着各自的菜品 今天第一道菜会做什么呢 小龙虾 麻辣小龙虾对吧 今天的第一道菜 双方都选择了麻辣小龙虾 当龙虾在锅中与食用油相遇的那一刻 瞬即泛起了让人垂涎的鲜香热辣 小龙虾的热辣鲜香 让在场所有人都瞬间泛起了食欲 在等待小龙虾出锅的同时 大家也在细细地观察着 茶油是在哪位大厨锅中翻滚 这个哪边是茶油 这个了 那个黑人就看出来了 它那个水面好看 这个盐味好看 香味嘛 盐味香味 还有香 茶油这样 茶油腌少 没腌 它一下锅的时候它就没有腌 那个茶油放下去 那个胳膊冒烟 气味马上出来了 这个气味 放下去的话它冒烟 对对对 茶油就腌过 我那位 我过来那位是哪边是茶油 对对 所以哪边是菜 菜也切了就没有了 这边是茶油 这边是茶油 这边 这边 你们怎么都知道了呀 我们还安排了 有炒饭 这边用的是茶油 待会儿我们揭晓一下 大家对于哪位大厨 使用的是茶油 莫衷一事 就在大家激烈讨论的时候 今天比拼的第一道菜 麻辣小龙虾 也顺利出锅了 第一道菜 第一道菜做好了 哦 咱们这边怎么样 也出锅了是吧 对 出锅了 虽然第一道菜顺利出锅了 但是在其余菜品 还没有做好前 大家也只能 观其色 闻其味了 天色渐暗 两位大厨也卯足了 劲儿制作这剩下的菜肴 最终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两位大厨用各自的食用油 将双方相同的菜品做好了 好 咱们都上完了吧 都上完了 都上完了 好来 朋友们过来吧 开吃饭了 随着双方菜品的上桌 一道道诱人的菜肴 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人们已经迫不及待 要大快夺一辣 慢慢吃 不着急 慢慢吃 我们采用油茶果计票的方式 来进行投票 双方制作了同样口味的菜肴 再由现场食客 分别进行食吃平派 最终 大家会将自己手中一票 投给哪一方呢 小龙虾有着鲜辣的柔软 鲜嫩的血压 仿佛是孩子们口中的QQ糖 搬着那清香的蔬菜 和烹煮的清汤 组成了一幅多彩的图案 食材在大厨精心搭配炒制后 与各类调料间 产生的分子间的碰撞 冲上舌尖 溢满了整个口腔 好吃吗 好吃 这边和那边的哪个好吃一些 这边的 这怎么样 还可以 我觉得这边是茶油 右边是茶油 这边是茶油 好 很快 食客们已经品尝完了 自己碗中的食材 每个人心中 也都有了自己的答案 哪边炒出来口味 更符合您的口感呢 口感都差不多 那个茶油的口感 比较好一点 那哪个是茶油的呢 这边是茶油 那您投哪 这边 投这边 好 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好 我投茶油的 你也觉得这边是茶油 行 好 你投哪边 投这什么 很快 在场的食客 都投出了自己手中一票 最后一位了 最后一位 我投这边吧 好 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最终结果如何 好不好 首先我们看一号的 投一号的 你数 三个 十二颗 十八 还有吗 没有 还有一个 十九票 十九票 一号是在十九票 三票 你现在是十九比三 大家对这个结果 没有意义吧 没有 没有 您呢 没有 行 在场的食客 认为刘大厨 他用的是茶油 结果会如大家预想的一样吗 看一下 这上面我们贴的标签 上面贴的标签 这边是茶子油 最终 姚生阳的精炼茶油 在这场美食大连欢中 让食材收获了独特口感 获得了食客的青睐 有了姚生阳的榨油功义后 老谭也能放心地摘果了 老谭说 他会带动更多的种植户 将茶林的漫山遍野 都种满油茶树 让更多人都能吃上 放心好茶油